哈囉 大家好 我是迷你專家小鈺老師 非常開心 大家又回到了老師的頻道啦 哈囉 今天要來跟大家聊聊什麼呢 那有些網友說啊 老師啊 你總是教我們風水布局啊 招財等等的 那其中有一個很重要的地方就是 三管人兵 水管財 那大家都想要賺錢 那很多朋友就聽了老師的建議之後 布了水局之後 他就問老師說 那老師啊 我這個魚缸也好啊 水局也好 布好是問家要養什麼魚 才能夠真的比較興旺呢 而老師今天就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老師心中覺得排名前五名的一個招財魚 那給大家做分享 希望大家在布水局的時候可以作為參考 那我們今天先來介紹老師心中的第五名 老師心中的第五名其實也非常好養的 就是孔雀魚 為什麼孔雀魚很好養 而且可以招財呢 第一點當然不會就是因為他真的是 在老師的世界裡面真的丟魚飼料 幹嘛他就可以活了 那第二點是因為孔雀魚 它就像孔雀開品一樣 而且養的數量可以偏多 它可以拒人器 它可以招財拒人器 對於一般的朋友 可能加打的朋友 養著孔雀魚來招財 是非常的加分的喔 然後第四名是羅漢魚 羅漢魚我相信大家應該都常常聽到 聽到羅漢這好像佛教用詞的魚 感覺頭一顆大大的 那很多人就覺得不能理解羅漢魚未招財嗎 那確實也是風水魚的一環 它就很像我們俗稱的阿羅漢魚 那樣像和善 那其實老師是把它比較於類似像 浮露獸獸星 他們這些老獸星的這些的一個象徵 所以它也是一個非常可以招財的一個魚種 所以如果你在風水布局的時候 你也可以參考一下羅漢魚 是一個非常好的考量喔 第三名就是我們最常看見就是錦鯉 應該有發現很多富貴人家家裡面 池塘魚池裡面都是養的錦鯉吧 正所謂有的計畫就是做錦藥龍門 也就是說他們相信說只要錦鯉 但藥過去之後就會化為龍 是非常便宜的含義 是非常的好呢 第二名就是我們最常見的一種魚 叫做血陰舞 血陰舞是一種台灣的特殊的混合種 那是什麼東西 老師也不是魚類的專家就特別去講解 它最特別的地方就是因為它其實是蟲色的 那很多朋友就不能理解啦 紅色的魚就是招財嘛 確實大部分都是 而且它最特別的地方就是因為 我們在五行之中才餵的地方 必定大多數都是屬於金木水果的 金嘛 金生水 那這個魚啊可以去把這個能量化出來 紅色的魚象徵著火焰 它是唯一可以水跟火完美的融合的一個徵兆 因為魚是紅色它確實就是火焰的意思 水就是 蟲心中的水而去帶動這個能量 所以血陰舞也是招財風水雨中 老師心中非常棒的一個喔 那第一名不外乎就是大家最常見到的 俗稱龍魚 那因為由於養龍魚它的尺寸要比較大 至少要四尺缸以上 那一般來講 紅龍招財理由也是非常簡單 就跟老師說的一樣 它是屬於火焰的能量 那如果你今天是需要招貴人的朋友可以養金龍 因為金金相生嘛 它也可以形成一個筆尖 帶來貴人跟夥伴的用力 有非常多的朋友啊 老師在風水爭執布局的時候 很多大老闆 他們都只養龍魚 他們可能不信佛 我不信任何東西 但是他們卻非常酷愛養龍魚 因為龍魚本身有擋煞的效果 就像很多朋友可能聽到說 哎呀我今天差點出了意外 而家裡面的龍魚擋煞就翻掉啦 等等之類的 所以其實龍魚的靈性非常強 如果在風水布局中 能夠使用到龍魚 你可以養一條的話 也是非常加分的喔 那當然所有的這些魚類 都是有靈性的 養九州 不管是招財或是擋煞 都是非常加分的 我有一個實際案例 就是我會請一個客戶 他去養了魚 養了魚之後 他是養這個孔雀魚 養第一年呢 基本上是都沒有問題很好 那第二年之後呢 他失業開始衰敗 因為他們的煞房進來 煞氣方位的煞氣進來 那魚怎麼養怎麼喜歡 就打電話來問老師 就說老師啊 我照你的話 不知道為什麼這魚怎麼養什麼事 我就跟他說 不好意思 這個妹妹啊 你應該要問賣你魚的水豬才對 水豬就說該用的什麼消化圈啊 綿啊 大氣 通常都那麼好 但魚還是掛掉了怎麼辦 我只能之後跟他講說 那就是因為煞氣太重 那這些魚是替你做擋煞的動作 當然可以建議你繼續養 或者是不養 只是不養這個柴魚就消失了 就有點可惜 所以各位親愛的朋友 如果你今天想要更上一層喔 或是你家裡有時候沒有人 沒有生氣 你要不方便養貓養狗養什麼等等之類的話 其實真的不妨今天你可以放個魚缸 讓它去流動 它就會產生出生氣喔 可是有魚在裡面 它也是屬於生物嘛 它也是有生氣的一環 好不好 那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老師心中 前五名的招財魚 當然有很多啦 只是今天就粗略吧 老師心中覺得最好的五種魚種 就跟大家做分享啦 一樣有喜歡老師自己的朋友 一樣幫老師訂閱按讚 以及分享喔 掰掰 我想知道 你是在其中一個群組嗎 沒有人 但是有一種 員十一jan 就在一起 吃一個裝飾 吃一個小小的 吃一個小的